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I晶片巨头挥达财报强力击败预期,足以说服华尔街最后一家空房机构,其暗投名。 据台湾媒体报道,Warningstar Research分析师Brian Canelo近日决定,将挥达投资平等从卖出掉高质观望,并将合理价值从300美元上修至480美元。 根据挥达财报及猜测,以及台积电等重要伙伴的供应扩展行动,预测涵盖AI汇图处理器的挥达数据中心业务,有望于2024会计年度创造410亿美元营收,远多于一年前的150亿美元与4年前的30亿美元。 挥达投资人如今最大的担忧,就是当前公司营运大好,会不会是因为客户将需求往前挪。 Carlato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目前几乎看不到汇图处理器DPU订单是一次性建设,或是将支出挪钱的证据。 Carlato预测,挥达数据中心营收,有望从2025会计年度的600亿美元,一路成长至2028年度的1000亿美元。 如此高的成长率,对大型科技业者来说,或许前所未见,各式各样的企业都会决定投资AI。 他说,未来几季,挥达无疑会把台积电代工的每一颗GPU全都卖光。 根据彭博社统计,华尔街目前有54名分析师将挥达投资评等设定为买进,5名分析师设定为官网。 受惠于苹果,挥达两大客户新大单报道,把人看好,台积电不仅本季美元营收,有望顺利达标,第四季业绩也将计增高个为数百分比,7%至9%,拍上今年单季营运高峰,并且为同7次高,全年猜测将如预期达振。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法人预估数据,仅表示,公司对市场需求看法与业绩展望,目前仍以7月法说会内容为准。 业绩人士透露,台积电最大客户,苹果,iPhone15系列新机,进入上市倒数计时,年底前备货量估达8550万只,其中包含搭载最新A17晶片的高阶机种, 以及配备A16晶片的入门与一般款机种,相关A系列晶片都已迈入出货阶段,使年底前业绩一大动能。 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预测显示,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导致消费者延后购买设备, 但苹果在美国手机市占率从去年同期的48%增加到53%,同时在中国市占率也较去年同期稳步上扬。 看好苹果将是今年唯一销售正成长的手机品牌,预期全年iPhone总出货量年增4%, 由于全球首季年衰退2%的整体产业表现。 另外,回答AI晶片热销,该公司透露,原本牵制产出的先进封装瓶颈正逐步解决, 推升回答AI晶片出货逐步放量,加上回答新款L40S产品, 不需使用CoreOS先进封装,并且排除存储器等零件供应紧张问题, 有望在第四季扩大出货,助攻台积电高阶制程产能利用率。 Counterpoint Research分析,今年回答, AI晶片已销售一空,反映市场需求巨大, 来自中企大局采购降规版产品也有所依注。 另外,Meta、微软、CodeWeave及甲骨纹等科技巨头都积极采用AI晶片技术, 估计今年主要数据中心整体AI资本支出将超过100亿美元, 回答在设计成熟与取得先进制程晶片顺畅下, 在该领域持续具有优势地位。 业界认为,回答在AI晶片市场独领风骚, 台积电为回答最大晶圆代工伙伴, 同步沾光。 根据台积电最新释出的猜测, 本季美元营收估可达167亿美元至175亿美元, 换算计增6.5%至11.6%, 平均值计增约9.1%。 为受半导体库存调整, 不如预期等因素影响, 台积电已二度下修今年度美元营收, 暂往至年减10%。 法人预估在苹果回答大单意图下, 台积电第四季美元营收约186亿美元, 换算约计增8%, 以目前的汇率换算, 单季新台币营收有望于5900亿元, 攀上今年单季高峰。 另外, 台积电在新竹宝山、高雄同步启动2奈米建厂工程, 中科扩展计划不排除直接进阶为1.4奈米, 甚至作为全球最高规格的1奈米备案基地。 出现这种看法, 是因为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七月法说会提到, 2奈米将如期在2025年量产。 消息来源指出, 台积电除了龙潭扩建的1.4奈米建厂计划之外, 新竹宝山及高雄的2奈米厂, 未来可逐步达到10座厂, 即宝山4座、高雄6座的产能规模。 因应市场需求, 这些新厂部分也可能延伸至1.4奈米, 中科厂有望进一步往上进阶。 台中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查的中科二级园区扩建案, 在台水、台电公司保证水电无余之下, 都委会要求中科管理局应确实落实索提用水、 用电及球场员工、就业等具体承诺, 通过都市计划并更。 中科管理局说, 通过市府审计后, 将立即报警内政部都委会进行审查, 希望赶在年底由中市府公告实施, 立即展开土地架构及征收等用地取得作业。 立拼明年6月底前交地建厂。 台积电提出的中科二级园区扩建规划 共两期四所晶圆厂, 投资额8000亿至1兆元新台币。 不过,因一再延宕, 台积电将2奈米计划转向高雄, 拉入宝山和高雄, 并腾出中科15B和南科18A合计近800位人力, 加入2奈米建制行列。 高雄市副市长罗达生日监表示, 高雄厂进度超越台中, 主要是高雄提早在去年底交地, 让产能吃紧的台积电, 把原定的28奈米改为2奈米。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也坦言, 高雄厂改先进制程, 是因半导体事况快速改变, 各国政府也希望台积电设厂 以28奈米等特殊制程, 避免功过于求进而调整, 高雄与台南很尽可互补, 有弹性。 对于台积电原规划的中科2奈米建厂计划, 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未来是否会找原定的制程规划, 已不一定。 台积电设备供应链间接证实, 目前中科厂并未提出2奈米的设备需求。 台积电也没有对于中科厂区扩建进度, 以及是否转为更先进制程生产基地的回应。 台积电开出的2奈米设备清单, 目前直列新竹宝山和高雄中科厂未列入。 因2奈米和1.4奈米设备多可共用, 因此宝山和高雄后续新厂可续, 延伸至1.4奈米。 台积电向竹客管理局提出, 将与龙潭园区扩建计划土地约158.59公顷, 提供2奈米以下技术研发与量产, 推断是1.4奈米用地。 以中科二期扩建用地, 若于明年6月交地, 台积电完成首座晶圆厂也要2025年底, 不太可能需同时在北部及中科同时布建2奈米制程, 相关规划, 渴望在中科管理局交地后揭晓。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 感谢。